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可视频道 这一期影片内容主要是介绍近期登场的新武器内容 近期登场的新系列武器有分为两种 首先是近期登场的十星系列武器 第一系列十星武器的名称是Crowball 这一系列武器的等级限制是75级 这一系列武器在还没有强化时的攻击率是738点 但这一系列武器强化到80级时攻击率会来到1101点 而伤害补正是50%到100% 这个十星系列的武器潜能有分为三种 第一种潜能名字是李剑之行 第二种潜能名字是李星之行 第三种潜能名字是李创之行 顺带一提这一系列武器是无法在玩家商店上贩卖 在进一步介绍李剑之行的潜能效果之前 先让大家知道哪些武器会拥有这个潜能效果 有这个潜能效果的武器有 Hunter所可以使用的三种武器 以及Fighter可以使用的三种武器 当这个潜能来到6级时 它所可以获得的效果是 增加41%的威力 当角色血量在95%以上时 会获得25%的伤害抗性 使用了大招后会恢复50%的角色的最大血量 这个效果只有在装备了这一系列武器的10秒后才出发 接下来是第二种潜能系列 李星之行 拥有这一系列潜能的武器有 Bravo的太刀 游戏里面的所有的射击武器 当这个潜能来到6级时 它所拥有的效果是 增加41%的威力 当角色血量在95%以上时 会减少10%的PP消耗 使用了大招后会恢复50%的角色的最大血量 这个效果只有在装备了这一系列武器的10秒后才出发 接下来是第三种潜能理创之行 拥有这一系列潜能的武器有 B.O.的飞翔剑 以及游戏里面的所有法级武器 当这个潜能效果来到6级时 它所拥有的效果是 增加41%的威力 当角色血量在95%以上时 会增加15%的PP自然恢复 当使用大招后会恢复50%的角色最大血量 这个效果只有在装备了这一系列武器10秒后才出发 接下来是这一系列实行武器可以获得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从探索副本掉落 顺带一提近期官方在探索副本增加了一个新的跨传功能 我们可以透过影片上所呈现的这个选项来开启探索副本的跨传功能 第二种方法是使用探索副本掉落的碎片来换取这一系列武器 换这一系列武器的方式有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使用50颗直接换取一种普通版本 或者是说使用300颗来换取 拥有一级增加暴击几率的预设技能的武器 接下来是这一期实行武器和上一期的黄色实行系列武器之间的差异 新的实行系列武器会比之前的实行系列武器多出3点的攻击力 可能方面新的实行系列武器获得威力加成的覆盖范围会比其旧的实行系列武器来的大 原因是新的实行系列武器可以全面获得41%的威力加成 而旧黄色的实行系列武器只有在使用PE或者是法术的情况下才能获得41%的威力 接下来是第二个近期登场的11星的Windows系列武器 这一系列武器的等级限制是80级 在没有强化这一系列武器的情况下 它的攻击力会是824点 当强化等级来到80级时 它的攻击力会来到1144点 它的伤害补正是50%到100% 这一系列武器的潜能名称是礼报之行 当潜能等级来到6级时 它可以获得的效果是 增加43%的威力 当使用大招命中敌人后 90秒内被命中的敌人 所受到的伤害会被增加1% 透过大招触发的这个效果是可以被叠加 最多只可以叠加到3% 接下来是获得这一系列11星武器的方法 可以透过最新的高难度副本DFT来掉落 我们也可以透过探索副本来掉落这一系列武器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内容 如果有任何补充或者想法的话 欢迎到留言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